今天我们要费地早餐 我是谭尔罗 名贵白 08点3月13号星期三 今天 当然星期三我长时间放的 大部分都是跟 跟钱有关的财经啦 产业啦 然后科技啊 等等的相关的主题 那今天 我把 我把过去可能会放在 分到星期四的主题呢 我今天把它星期三 因为我们谈的角度不太一样 那今天我们谈 流血 当然你知道在费地早餐上头 有一个有个很特别的 跟教育有关的主题 以及我其他的主题 基本上面大概都是 都是台湾的中产阶级生活的调性 我有时候 有时候跟 跟一些朋友在聊的时候 说非得早餐的 主要的设定是什么 我常用一些比较标题化的语言 我说非得早餐 我的期待是 把它做成一个 有小资产情调的节目 所以小资产情调就是说 如果你在台湾 你生活过得还不错 你博有资产 那所有你关心的 你在乎的 大概都会是非得早餐的重点 教育当然是其中之一 好 那从前年 无意当中我认识一个朋友 当然他也无意当中的知道 台湾有非得电台 有非得早餐 他在坐计程车的时候听到 那他在台湾在干嘛 他那时候刚到台湾 这个沙漠 对新加坡的 就新加坡管理学院来讲的认识 近乎沙漠的台湾 他来台湾呢 就是说 知道在台湾这个 就是说市场 对于到新加坡去留学这件事情 他开始来台湾呢 做说明 然后呢 招生 开疆辟土 这两年的时间 他得到了非常大的成功 今年据说会有 会有一百多位 对不对 会有一百多位到新加坡 对 好 那我先教教现在我们现场的来宾 来刚才跟我说话的 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你也会 你也会听到SIM 在非得电台的广告 因为他呢 常年呢 现在在非得电台呢 都有广告 除了让你认识新加坡管理学院 我只希望透过新加坡管理学院 除了让大家认识到新加坡 去留学这件事情 同时也让我们的父母亲跟家长们 对于孩子们出国留学这件事情 现在其实可能性以及方式 比过去呢 都要宽广很多 好 那刚刚呢 我介绍新加坡管理学院 亚太区的招生主任 Ivy 洪怡婷 怡婷欢迎 唐大哥好 大家好 好 洪怡婷呢 现在已经快要当台湾人了 因为他一来台湾的时间 是要翻过来了 今天呢 除了Ivy之外呢 我觉得Ivy帮我做了一个很好的安排 因为Ivy呢 今天呢 带了一位朋友来 那在我们现场的另外一位的来宾呢 是安基资讯技术副总 安基资讯的技术副总 安基资讯呢 是宏基集团的子公司 是的 那安基是做哪一块 主要都做一些资讯安全方面的工作 资安方面 对 好 那安基资讯的技术副总的 黄琼英黄副总的在我们的现场 欢迎 是 主持人还有Ivy大家好 大家听到这当局很奇怪的说 那 那新加坡管理学院跟宏基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可是跟黄琼英有关系 因为宏基在台湾当然是指标 它也是全球的 全球的就是说辨识度非常高的品牌 所以把这个宏基的子公司副总邀来 大家会说那他到底是跟新加坡管理学院是什么关系 他的关系是因为黄琼英的小孩的关系 好 那黄琼英黄副总自己先解释一下 今天你为什么会在非得早餐的现场 那我女儿大概差不多去年 有一个机会到新加坡去读这个伦敦大学 就是新加坡管理学院 因为他跟 你们现在还是12所大学 对不对 就是跟全球主要是英美纽澳 对 在内的有12所大学 那新加坡管理学院跟他们都保持的合作关系 就是这种双学位的选修的关系 就是学生在新加坡能拿到同等大学的这个学位 就是如果你在新加坡念伦敦大学 你毕业了之后拿到的就是伦敦大学的学位 那你拿到的如果是就是说墨尔本皇家理工 你拿到的是墨尔本皇家理工的学位 你拿到的如果是纽约的Buffalo 对不对 你们跟Buffalo是合作的 如果跟纽约大学的Buffalo 那你在新加坡念 但是你毕业的时候同时也拿到纽约Buffalo的学位 OK大概就这个意思 12所大学 好那您的女儿 因为我今天才认识你 那您的女儿去年选择了到新加坡管理学院 为什么 那去年在于这个时间差不多就是准备要申请大学入学 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除了在台湾上大学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在大学有间歇课 那我也常常interview年轻人 那我也看到很多大学的学生 那我就感觉到说这个世界非常大 要学的东西很多 那我的女儿现在目前在家里照顾的很好 那我就想说那怎么样让他去体验 有不同的环境 那我就一直在思考说有没有别的入学管道 那以前其实不知道 没有这样的想法 也不晓得从何下手 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家长其实都不知道 其实学位可以这样子念 对有一些不同的选择 那在于说有这个留学展 那就刚好有看到这个新加坡管理学院 来这边 我就稍微看一下他们的说明 跟入学的方式 那我就想那也可以试试看 这可能是一个好的途径 那我自己本身因为是英国留学会来的 所以对英国体系也相当熟悉 那就注意到他们这边有伦敦大学的program 而且拿到就是伦敦大学直接办法的学位证书 那所以我就说我们可以申请看看 那Ivy这边我认为他有一个对学生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说学生会有很多疑惑 在家里保护这么好 去一个陌生地方他会有压力 但是他们几乎是有问题 几乎有求必应 会详细解释 详细说明 那在学生的心里面 他就会认为说他有个support 比较不会那么茫然的感觉 所以我女儿在心里上就不排斥 那另外说这个学程本身 他本来是想要在国内申学 对不对 他原来要 想要在台湾念大学 没有考虑过要出国 那我后来因为就是考大学的这个成绩 他数学部分考的稍微比较不理想 他念内湖高中 对 那数学成绩比较不理想 在申请台湾大学 坦白讲就相当吃亏 所以女儿那个时候就觉得 心里面就比较受挫 我就感觉到说 他就比较沉默 也比较不讲话 我就知道 是不是有很大的压力 意思是觉得 好像不晓得怎么去疏解 那我就试着带他 因为我们常常看别的方形 还有去看看不同的 我看到怎么样 他不排斥 不排斥 那新加坡这边 我也详细了解他们的课程内容设计 那里面的课程也都 依照伦敦大学来面的设计来试试 那我相信就有相当的品质 那当然申请上 我女儿她英文的程度上 还比较好一点 所以当然就是比较有 就幸运 幸运就有申请上了 你几个小孩 我有两个 两个 那现在讲的这个是老大 小 这是我女儿小的 小的 那我大儿子现在在中央大学 再念博士吧 好 那女儿 掌上明珠 平常都捧在手 手心上面 可以感觉出来 对 那本来又没有规划出国 突然间变得要出国 对 你自己心里大概也很挣扎吧 我就常常在讲一个笑话 我说那时候申请到 那个新加坡要去读书的时候 我就跟我女儿讲说 女儿我教你削苹果 你自己要 这有点难 对 这有点难 后女儿很乖 我就削一次苹果皮给他看 就让他自己削着看 他自己削苹果 我就心里在旁边 七上八下 等一下削到手怎么办 当爸爸就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样 对他的成长 需要有一些不同的历练 所以我心里面真的觉得说 一定要让他出去 面对所有的 柴米油盐 然后去克服所有的困难 他才有办法成长 所以这是最根本 最根本的一个 起心动念的原因 好 因为以你疼女儿那种感觉 我到现在听你在讲女儿 我都可以感觉到 要把女儿放出去 心里面是很不舍 以你疼女儿的感觉 如果女儿要在高中毕业之后 就要离开你身边 要出去念书 我觉得你选新加坡是对的 以我对于这些 必须我还是一个 还常常在外头跑的人 我跟Ivy讲过 我最近这些年 我每次出国去玩 我大概都会把当地最好的大学 我就自己拍一个行程去参观一下 并不是做什么深度 我只是知道像大学 有时候你进到一个校园里面 你跟学生聊一聊 随便跟他们聊一聊 然后吸一吸空气 你大概也知道这个地方 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 台湾的父母亲对孩子既不放心 但是又觉得应该让他 让他去外头看一看的时候 最好的选择 因为他的治安 他的环境 他的华文的环境 吃住 饮食各方面 他都达标 有一些甚至比台湾都还好 所以你出去的时候 你会比较放心 那他从去年出去到现在也快半年了 对 那他适应的怎么样 他还会想爸爸吗 一开始去的时候 他 我可以看得到他蛮沉默的 然后有些什么也比较不讲 那是呢 中间他有时候有些 因心理压力也不见得 每天都会打电话 后来跟我们诉苦 那今年农历年他刚好有回来放假回来 那我女儿跟我讲说 他刚去了前两个月瘦了四公斤 四公斤啊 对 四公斤 真的哦 那我说为什么这样 那你听到心都碎了吧 对 没关系我会 我问他多事一天 对 那我爸爸如果听到你 就去了这样瘦四公斤 那心都碎 眼泪都掉下来了 对 然后后来他我觉得他渐渐的 就说渐渐的融入那个环境 然后跟朋友的互动 好像就渐渐顺了一点 那心理上的调试 可能自己也有作为调试 那就后来回来的时候就有稍微 就是体重有稍微回来一点点 那这一次回来 我就感觉到说 他那个最艰难的时间 应该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那以前在家里当然所有事情都准备好好的嘛 那他现在有时候会po 他自己煮的饭给我们看 哎呀多好 那自己去买什么食物 那当然你看那个食物也没有什么特别啦 可是已经很欣慰了吧 对啊 那他也觉得吃得很高兴 对不对 那我说 那其实就是我的目的 我们小孩子的成长过程不是只有学业 你生活的一切 你跟人的互动在环境上面去面对不同的这些改变 那这都是教育里面 好很好很好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刚刚在跟我说话的 是安基资讯的技术副总 安基是宏基的子公司 那这个安基资讯的技术副总 黄穹英 黄副总在我们的现场 你刚听到黄穹英在讲的时候 那种天下父母心的感觉 大概异于言表 对一个孩子 特别是女儿 尤其本来没有这样的规划 但突然间觉得想要放他出去 那个转折因为很快 我周围的父母亲 如果对孩子要出国 多半 当我自己的生活的环境 我生活在天母那区 那区的父母亲 在我周围的父母亲 大部分对孩子都有出国的规划 那个规划有的很早 可能是念小学毕业 可能中学毕业 高中毕业 大概都是准备要出国 所以他们的心理的准备期比较长 那心理也比较不会像人家 很突然间 然后觉得有点担心 好在我们现场的 除了这个黄穹英华副总之外 另外新加坡管理学院SIM的 亚太区的招生主任的 红一天Ivy呢 在我们的现场 Ivy 你们 今年的招生状况如何 今年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大概30多个学生 已经申请了 那大概我们可能会有 百多一些学生会今年不学 去年呢 去年有大概六七十左右 前年呢 前年比较少 前年因为我们也是刚刚来台湾 那个时候只有大概二十几三十吧 今年是我认识Ivy的第三年 对啊 所以你每一年几乎都是一倍以上的成长 对 因为其实我们可能喜欢每一个学生去接触 所以人力这块我们有比较紧张 那因为台湾学生 我们看到他们表现都很好 就好像黄先生的女儿 她现在感觉稳很多 刚才我在跟黄先生讲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孩子的成长啊 从开始认识她的时候到现在 这个是我们其实自己比较觉得很开心的一个过程 所以花的时间可能会多一些些 但是台湾学生的表现确实很不错 不管是语言啊 适应能力啊 他们英文的这个进步都做得很好 Ivy自己也很 像我们听众朋友不要听Ivy的讲话一样 听起来好像很成熟的样子 没有 其实她自己都还是个小孩子 因为黄泉黄副总不知道你对Ivy了解了多少 她自己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很好的sample 她自己在香港土生土 然后到新加坡工作 对不对 到新加坡工作 然后又扮演这种 SIM的亚太区招生的角色 所以在各个地方跑 然后到台湾来 也就自己一个拎着行李箱 拖着行李箱 就就到台北了 然后就开始到一些学校 去介绍新加坡管理学院 然后开始在台湾招生 三年的时间其实就有很好的成绩 所以这次Ivy来 跟过去不一样 她现在多了助手了 现在并不是只有一个人来了 对 多了个同事 对 前两年 她都是一个人拎着行李箱来台湾 包办所有在台湾招生的一切 但是现在业务看起来越来越多 那今年如果有一百多位 新加坡管理学院一年总共会有多少学生进来 我们学校其实在校学生大概有两万左右 那本地生是百分之八十 外国学生可能总数大概四千左右 四千左右 四千左右 如果一个年级除下来 那大概一千人左右 对 你还要扣掉研究生吧 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国际生来说大概是一千 但是其实整个学校来说 每个年级可能是大概六七千吧 是 OK 当然本地生扣除 那有多少科系 SIM现在总共多少科系 有大概八十多个 八十多个科系 好那所以呢台湾现在如果一年有一百多位去 其实数量来讲还不算少 对呀 现在可能 以外之人来讲 百分之 百分之多少啊 2.5 是台湾学生 OK OK 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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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在那地方表示 表示在那地方念书的孩子 他同时可以接触到很多元的 就是说国际学生的国际文化 这个我相信是像是黄穹英这样的父母亲来讲 要把孩子送出国的时候有个很重要考量 就希望让孩子能够早一点的国际化 能够能跟国际接轨 知道一下来自不同文化 不同区域的孩子们 他们在求学过程当他们想 因为你一定要经过大学阶段 说实在如果你是大学毕业 你是出去念研究所的 我很诚实的说 特别是父母亲们 如果你现在听到 我要再重申一件事情 如果孩子是大学毕业之后 再出国去念研究所 念硕士念博士 我说实在的 你交不到什么朋友 因为你去念研究所的时候 其实研究所的编制都很小 而且大家的课程都不太一样 都独立 那人很少 编制小 课程又独立 而且大家都到了很熟灵的阶段 其实你已经很难再交到 那种一辈子的好朋友 那如果孩子在一个 国际化的学习环境当中 要交到朋友 多半在大学阶段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这种英美系的大学 他们在认知 你是不是我学校的校友的时候 他们通常不会把研究生 当作是自己的校友 虽然你也是那个学校的硕士班 或者是博士班 像台湾很多人说 我是哈佛毕业的 我在哈佛念博士 那个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他们在乎的是说 你到底有没有接收到 这个学校当中的学校的精神 那念大学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会高度的鼓励 如果你希望孩子 能够有比较好的国际的视野训练 能够在一个国际化的学习环境里面 交到各种各种的朋友 能够沾染到那种的 把国际的这种的交流文化 内化成自己的性格跟生活的一部分 最晚你在高中毕业之后 就应该要出去 到了研究所阶段 我觉得都太晚了 好 那我问一下Ivy 就是说对于像是黄泉文化的家长 当然他们突然有了这个转折 然后要对新加坡重新了解 对ASM要了解 我相信那个要花一些的功夫 可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说我现在大部分的父母亲 都会想一件事情 说好那我的孩子 有很多去美国念书的 不管父母亲或者孩子 他可能会希望说我念完书之后 我可能就先在美国工作 工作一段时间或者拘留 那去新加坡呢 新加坡其实也是 因为应该说不同的国籍 这个对待不一样 那台湾学生呢 不管是华语英语再加上我们台语 在新加坡都可以生活的 新加坡台语都可以通 对 所以留在新加坡的几率 可能比有些国籍还要高一些 就比如说我自己香港人 那香港人其实在新加坡留下来的几率 可能也比一些国籍比较高 但是我们要看是哪一些行业 然后哪一个领域 这些都会影响到 最终能不能留在一个国家 但是新加坡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失业率很低 所以其实外来人才 都是以精英纪的这种方式纳入 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外国的孩子 在这个科技行业 这个金融行业 或者我们说的这个医疗心理学 这些行业 因为新加坡这个很多元化 不管是种族语言这些 所以外来的这些孩子 他们在新加坡 都会有自己贡献的方式 连现在新加坡除了失业率低之外 他的就业条件好吗 新加坡就业条件其实很不错 我自己妹妹也是在读大学 也是可能快毕业了 年龄应该跟佩玉差不多 那我们呢其实 佩玉是黄晓英的女儿 对对对 是的 因为我们其实在新加坡 比如说大学生 外国学生毕业的基本薪水 都是会在大概五万台币左右 五万 但是我们学生 就新加坡管理学院学生 平均薪水毕业 我们的调查看到 大概会在六万三到六万八台币这样 新台币 如果六万三在新加坡生活会不会有压力 不会 够用了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存很多钱 真的吗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新加坡贵 因为我们用游客的观点去看一个国家 但是在那边生活的话 其实生活费不贵 那这些生活包括了 因为你工作你一定要有住的地方 交通 食宿 医疗 是 那这些成本高吗 其实就比如说吧 做学生的时候 我们衣食住行 可能加起来大概两万二到两万五台币 但是如果说我工作的时候 多加五千吧 就比如说这样算 那其实就是我的薪水的一半而已 那我剩下的钱还是可以存起来 我以前工作也是这样存钱的 OK OK 好 这个呢 这个让我们进行做一下参考 也让年轻人做一下参考 我待会请教一下黄副总 好 你孩子现在到新加坡去念书了 经过了这一年的认识 然后呢 调试 你或者是孩子 对于自己在SIM毕业之后 的想法是什么 我相信应该大概都有一些的讨论 跟开始有一些的憧憬 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进广告回头了 好 飞电波网 飞电早餐 我是唐强龙 好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有两位的来宾 除了这两三年的时间 那我每天大概都要访问他一两回 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亚太区的这个招生主任 他将来的这个工作更繁重了 他要 在台湾呢 因为现在呢 学生去新加坡的这个人数呢 越来越多 因为你去的不只是新加坡管理学院 不只是SIM的这个学校 而是因为他的 这个说呢 这个双联学位的关系 所以你进到新加坡管理学院之后 那你可以呢 你可以在他呢 12个就是说呢 跟他呢 有国际合作的学校里面的选择 那比如说在我们现场的另外一位来宾呢 是这个的安基资讯啊 就是宏基的子公司 安基资讯的技术副总的 黄泉英的小孩 那去年呢 到了到了在新加坡 到了SIM 那他选择的双联学位呢 是伦敦大学 对 OK 所以他现在等于是新加坡管理学院 在念伦敦大学的学位 对 好 那我也请这个黄泉英 再跟我们说明一下 他并不是四年都在新加坡嘛 对不对 他中间他需不需要去英国 他这个课程是三年的课程 三年的课程 因为新加坡是 一年是三个quarter 对不对 新加坡是一年三个quarter 我们没有寒暑假 没有寒暑假 新加坡念书念得很赶的 对 那目前我们的计划是这样 就是说大学这段时间 因为他的课程是伦敦政经学院设计的 那会有伦敦政经学院的老师 会来这边主持考试跟考核 OK 那这段时间并没有特别需要去英国上课 但是要在这边完成英国本校的考核之后 那才能取得学位 那现在我是想说 如果他能够顺利毕业 那到时候可以再到英国本土去 再去申请 所以你现在跟孩子的规划 就是现在新加坡念完 然后拿到这个双联学位之后 然后考虑再到英国 再继续去申造 对 好 我刚刚问到 就是在新加坡生活费 因为这个是出国留学 也很重要的考量 比如说你现在如果去英国去美国 那个学费非常的惊人 你如果到美国念大学 稍微好一点的 能够到像SIM这样子的一个水准的大学 你一年大概最少要五六万美金 才能够生活 包括在加州 在英国大概也差不了多少 如果你一年没有准备个200万台币 大概非常难念书 那我刚刚问说 年轻人在新加坡念书生活方便 他如果毕业之后就业工作方便 刚刚Ivy大概把背景跟大家讲了 那Ivy来讲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因为她就是一个典型的case 因为我现在对Ivy的了解算够多 她从新加坡 然后到 她从香港到新加坡工作 而且工作了之后 显然在新加坡 已经感觉上就是新加坡人了 要定居的感觉 然后妹妹现在也在新加坡念书 对对对 爸爸妈妈也接到新加坡生活 对对对对 而且Ivy跟我说呢 因为爸爸妈妈没有身份 所以新加坡是不能工作的 对 所以她到新加坡就是全部靠Ivy养 就是了 是就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那Ivy不只开心 而且Ivy的重点是说 我一个人的收入呢 可以养全家 所以很有成就感 还能存钱买房 这有点不可思议 但大家会以为说 那Ivy的收入非常非常高 才没有 应该还好了 在新加坡来讲 应该还好 还可以 就是还不错 因为比台湾的收入当然就要好很多 因为台湾现在年轻人你知道嘛 毕业之后都还在抱怨22K啊 现在好一点到23K啊 大概都还在抱怨这些事情 但是你在新加坡你可以 你在乡部工作几年 我今年是第12年 12年 12年的时间可以养全家 还买房 他们大概其实九年前就搬过去了 不是刚刚 九年前他们就搬到新加坡来了 对啊对啊 所以你在那边工作三年之后 就开始养全家 就其实那个时候 就因为我自己在新加坡 读书读了三年 然后工作三年之后 就真的是很想把家人 就可以团聚在一起 所以就把他们接过去 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压力 这个是真的 但后来呢 就真的是觉得都很值得 有这样的女儿很好 对不对 看哪一天 哪一天就说呢 我们黄琼英的副总的女儿 你们爸妈都不要做了 那帮到去新加坡 我来养你们 这一天的旨日可待 好那大部分去新加坡 念书的孩子 比如说去年已经有六七十位了 对不对 对对对 今年可能会有一百多位 是 因为已经到了第三年了 表示第一年去的孩子们 现在已经 已经差不多快要修完学位 快要毕业了 是啊是啊 那你们应该有跟这些 即将要完成SIM的学位的 这些孩子们聊过吧 那他们对他们未来的想法呢 很多他们会觉得 想要在新加坡工作一两年吧 然后就好像我们有一位毕业生 上次有上来 好像是哥哥妹妹 有意思那个节目 他就是在新加坡大华银行工作 然后要回来当兵 然后现在就是拿到这个 叫台信银行是吗 台信银行那边工作 OK就在金融圈工作 然后找到另一半 所以快要结婚了 你说要住在新加坡 没有 他回来就是为了女朋友在这边 好那这些 去新加坡这样子 念书三年的时间 如果三年大学可以念完 一年大概花多少钱 大概要准备多少钱 学费啊 学费大概应该是 二十多万到三十多万台币吧 一年 一年 二十多 对 二十多到三十多 学费啦 他讲是学费而已 好那女儿年生活费 这样一年大概多少钱 学费刚刚就刚Ivy讲的嘛 那另外就是住宿啦 住宿 要准备差不多二十万左右 一年 所以女儿你一年 五十万就可以打发他 那生活费的话 就是看他每天的花费 但是花费也不是太多啦 所以 新加坡吃饭还蛮便宜的 对 一餐大概 那超省欸 不因为你要想说 他如果在台湾念书 一年大概也差不多要吧 连连生活费 私立学校 而且在南部也要煮房子嘛 对 对所以花费有相当的花费 对 是 那 那这样子来讲 其实送孩子出国念书 只要他能够申请到学校 其实没有太大的压力啊 对不对 去新加坡念书的话 对于你一个家长来讲 不会构成太大的压力 当初也比较过日本 香港 香港 新加坡 甚至有比较过直接去英国 看起来 其他的花费都相当惊人 那新加坡这边看起来是 我们如果讲 他付出的这个代价 看起来是比较负担的 这当然跟新加坡的社会制度 跟他的教育制度是有关的啦 因为新加坡的社会制度 他教育制度 才有可能提供这种 很低廉 但是又有很高水准的教育 好那因为你刚提到 就是说其实你帮孩子 在当初在彷徨的时候 你们考虑的不是只有新加坡 那新加坡当然你们后来也知道了 后来选择新加坡 那通常大部分人要出国 不管是父母或者孩子 想到要出国 大概都会先去 先去搜寻一下美国啦 英国啦 或者像是日本 再来德国 但毕竟像日本德国法国 因为语言上面比较特别 他不是每个人都马上可以去的 好但是后来 你为什么没有选择日本 没有选择英国 因为当初准备时间确实有稍微比较畅处 那日本来讲 我们以找到田当作例子 他就跟以前我们在申请硕士班 那个类似 要写什么读书计划 你的未来的什么规划 但是坦白讲 以高充成的程度 很空洞 又不想要写什么 那你就勉强去写一些这个 因为你在那个年龄 很难说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 或是一个什么很强的研究动机 要解决什么问题 所以不容易准备 不容易准备 那当然还是有勉强准备 但是坦白讲 这个准备年龄就比较 没那么有说服力 那新加坡这边 他因为他只看大学的 三年的总成绩 那跟英文成绩 那未来你的发展 可以按照你的读书过程 自己再慢慢再去探索 所以并不用在那一刻 就要去陈述说 我未来要研究一个什么题目 我对什么怎么样 他其实他先没有问这些问题 那对高中来讲 我反而是觉得是一个 比较开放的一个 比较open的一个状况 那你先去那边 然后再去看探索未来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能对这个年纪的学生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安排 那香港那边其实 你们也研究一下香港 那香港那时候 也有一些学校 我女儿其实也有录取 就香港城市大学 但是他因为他是英文 比较好的原因录取的 那学校也愿意提供他奖学金 那但是因为他那个有一个制度 他是叫副学师 那副学师毕业以后 再去申请正规的学士课程 那时候的考虑就说 那副学师毕业之后 有点uncertainty 再来是什么 不是很清楚 所以某种程度 他一个未定的不明确感 还是在心里面 对小孩子来讲 但是后来去看一下SIM这边 你申请那一课 你就知道你是读伦敦大学 那就非常确认 那女儿现在在念的哪一个学买 她是数位创新 数位创新 对 那等于是在念 念英国伦敦大学的数位创新的课程 对 好 在我们现在两位来宾 除了刚刚说话的 那台湾的宏记集团的 子公司安基资讯的技术副总 黄球云黄副总 因为她的女儿去年 在决定要出国的时候 开始做了一些的留学市场的research之后 他们选择就是到新加坡 那借着新加坡管理学院SIM 这样一个双联的学制 在新加坡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修读了英国伦敦大学的 在数位创新的课程 好 那另外一位来宾是过去两年 每年都会来到费姐早餐的 新加坡管理学院亚太区的 招生主任的洪怡婷 Ivy呢 在我们的现场 进广告 回头之后继续跟Ivy聊 费姐早餐 我是唐家楼 好 今天两位来宾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为今年 现在已经 已经2月3月了 其实 如果你 或者是你的孩子 准备要出国念书的 我相信你可以在费姐早餐当中 接收到非常多这方面的资讯 我帮你做很多的准备 我也做很多的思考 让一个孩子在做准备 最最少可以从费姐早餐起个头 知道就说 唐江龙怎么看这件事情 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 第一个就说 我百分之百鼓励 就是说父母亲或者孩子 只要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准备往外走 不要太晚 不要像我们这些世代 我们这些世代 因为因为经济收入各方面的影响 我们几乎都是要等到大学毕业 那才会考虑就是要不要出国 去念个硕士学位 念个什么 但是如果朝一个未来国际化的 所有的年轻人都应该要有很好的 国际化的训练跟准备的角度来讲 大学毕业之后再出国 太晚 可是我也不太支持 就是说在高中以前就出国 为什么 就是如果你说我国中毕业之后就出国 它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你太小就出国 小学毕业 国中毕业就出国 这个孩子出去之后 他不会再回来了 因为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是不够的 但是如果你到高中毕业的时候 他其实对这块土地 对台湾这块土地 他已经生活了很久 而且他的青春记忆已经够厚了 所以他以后他会回来 那不会说出国到哪里之后 以后爸爸妈妈除非到那个地方去找他 要不然就叫不回来 但是如果高中毕业之后会OK 所以我觉得高中毕业出国 是一个最好的时间点 好 接下来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 除了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的亚太区的招生主任 洪怡婷 Ivy在我们的现场之外 另外今天难得来到我们现场的 洪基集团子公司 安基资讯的技术副总 那黄琼云 黄副总在我们的现场 那黄琼云跟SIM没有关系 而是他的女儿 现在在SIM 那读这个就是说 英国伦敦大学的数位创新的学程 那会拿到这个学程 伦敦大学的学位 好 我要再问一下Ivy 就是说 我想知道一下 就是因为你们那边 有20%的国际学生 那个数量其实也很多 好几千人 我刚问了Ivy Ivy说大概他们来自40个左右的国家 你看了来自这么多国家的这些国际学生 然后在你们学校里面 这些孩子们 我们回头看台湾的孩子 台湾孩子们的国际化的准备 已经面对到国际化的竞争 你们的评价如何 台湾学生其实在读高中的时候 我觉得老师啊 就是学校本身就投资很多的时间跟心血 去帮助学生 让他们能接触到很多国际的一些元素 但是可能最大的问题会在语言 与他们的独立能力 但是台湾学生的态度很好 家长对孩子的支持也是非常好 所以看得到因为这些支持 他们适应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高中毕业生 如果有新加坡的大学 跟香港的大学可以让你选择 你选哪一个 这个答案其实会很直接 肯定是新加坡 为什么 肯定是新加坡 我自己是香港人 你自己是在香港长大的 对 我是香港人 然后我妹妹来说好了 我妹妹可能比较 跟这个年代比较靠近一些 如果说我让她选新加坡 跟香港大学绝对是新加坡的大学 主要的意思是什么 她的这个国际平台 然后生活社会的压力 加上这个 她的速度本身 可能香港没有那么健康吧 就不管是因为她空间太小 人的脾气 因为我自己是香港人 香港人脾气 很急啊 对 就吃饭 你吃了十分钟 她就发一滴了 发一滴了 就赶你走 但在新加坡 这些东西还不会发生 所以新加坡是很多元化 然后因为文化的方面 每个人能去接受 differences 就每个人的这个 差异性 差异 也是非常的好 对 因为我几乎这几年 我每年都到新加坡玩 都在新加坡待很久的时间 最后一下我请大家黄球英 黄副总 那孩子现在已经去念书了 我想第一年 在前半年的这四英期 从刚刚的黄球英 虽然很舍不得 但是看到孩子过关了 那个感觉应该是很欣慰 那如果你要看一些 SIM的相关的讯息的话 你们的官网 有中文官网吗 对不对 有的 但是通常学生都会 扫我们的那个QR code 然后跟我们在LINE上联系 OKOK这样子最好 但是其实打给 飞碟电台在问LINE比较容易 很多啊 我想每次你上完节节目的时候 柜台都要接电话接很久 没关系 就不好意思 跟柜台姐姐说 不好意思麻烦了 这个是最好的方式 我会建议就是说 连跟学校联络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都让你的孩子去做 对 因为这是他的一个很好的训练 他自己去问 在LINE上面 自己去问学校方面 他想问的问题 这个是最好的 台湾的父母亲 当然会很关心啦 但是有时候关心则乱 有时候在旁边看的时候 稍微忍一下 让孩子自己做 那个是比较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的亚太区的 招生主任洪怡婷 Ivy欢迎 感谢 谢谢唐大哥 好 另外今天呢 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因为女儿去年 好 那选择了到新加坡 到新加坡管理学院的去念书 他选择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数位创新的学程 那安基资讯的技术副总 安基是宏基的子公司 那这个安基资讯的技术副总的 黄琼英的黄副总 感谢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要进广告 相关的讯息 你可以第一个上网 去看SIM SIM 新加坡管理学院 你可以把你所需要的资讯上面 大概中英文网页 绝大部分 大概都可以满足 如果进一步需要去了解的 你可以找到QR code 或者打到电台的柜台里面 去进一步 获取一些联络的资讯 然后直接问 是比较好的 感谢今天两位来 感谢 感谢 我们进广告 感谢